在皇帝内经名堂艺术中,将全身经学按经脉排列,十二经脉各一卷,其经八脉何为一卷? 长期任洪文馆的医学家王浩,于公元752年,著成外台密钥医书。 书中载有九经名堂,将三人图扩展为十二人图,书籍中的原图早已失传,现在我们只能以敦煌所藏的九把图残卷中略溃唐代图像的风貌。 随唐时期,中国医学远传到海外,唐代著名的建筝壳上,经过五次东路,最后到达日本奈良。 建筝壳上带去了佛经,也带去了医药和针灸书记。 现在,日本还保存了一些唐代医书的超本,如梁上善的太素和内经名堂本书。 当时,日本一家编写的一新方艺术,书中所在孕妇美业经脉图,还可以看出唐代画图的风采。 到了公元十世纪,我国奋来时,朝廷重视医学,尖叫各种医书。 在关修的太平盛会方译书中,载有十二人图形,显示了宋代的特殊风格。 宋人曾皇帝时,汉陵医官王维一,他不仅掌握方药,更精通针灸。 他于公元1026年,考证经学部位,编成了同人数学针灸图形。 书中也有经学图,有前后测的三人图,又有分金图。 书中总结经学总数为354点。 当时,国家还将这本书的文字刻在石碑上,与同人模型一起成立,各为针灸教学和考试之一。 成熟的第二年,还用黄虹铸成了两具人体定型模型。 称作同人,这是我国最早的针灸金学历情模型。 对后世针灸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 可惜原物已经失传。 这里看到的是现代复制的仿送同人。 同人外部分布经络数学,修不清,还表示弯复不美。 所人宗皇帝重视金酒,以此自己得病经真酒之义。 因此,为扁切建妙,并封扁切为神医王。 在此以后,通名扁切的真酒著作就有多种,如扁切新书,以及扁切神医真酒玉龙金本书。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我国南宋与金元时期,真酒名家辈出,著作伸多。 南方有王子中的真酒自身经,北方有杜汉青的真经指南者。 杜汉青的真经指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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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一家华伯仁编写了十四经发挥艺术。 在产明经络与数学的联系方面有重要贡献 给后世影响很大 16至17世纪 火国明白的经络著作都以十字经发挥为主要参考 李时珍 当时大医学家李时珍撰写了《本草灯舞》 还对经络学说中的《奇经八脉》写了专著 受到人们的重视 明白是珍酒史上著作最为丰富的朝代 总结性的珍酒著作 先后就有徐凤的珍酒大全 高五的珍酒巨音 杨继珠的珍酒大成本 特别是珍酒大成一书 可以说是对以往珍酒著作的最大一次总结 书中总结经学总数为359个 比同仁增加了五学 当时我国的医学传播到东方各国 潮行史剧编注了一部东医宝剑 其中也有珍酒专签 自从王维一创作了第一代珍酒同仁之后 这个时期又重复注造了 形状大小不一的同仁模型 同仁表面 要有数学名称和金墨走向 胸腹腔内还表示脏腹的具体所在部位 以引起珍视者的证义 避免刺伤内脏器官 此外 还有十刻和木刻的金墨学位图 叫做宁堂图或同仁图 现代珍酒金墨图和模型 是由此发展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了十八世纪 我国清代史 由国家组织编写的 一宗金墙中的 四九金法要诀专册 内载有 金学图和歌诀 当时 感谢观看